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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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东西啊 都是重油重炎的 但晚上我又不能吃 可能 你还想着吃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呀 竹老师叫来探班了呀 担心什么呀 这部戏我又没有吻戏 我不是说这个 周小琪的男朋友 抢在余老师前面来 而且还带着这么多吃的 烧烤 麻辣烫 小吃 还请了厨师 余老师可不能就这样 被打扮了呀 你要是馋了呀 你就吃啊 周小琪的东西不吃白吃 谁馋了 我这是操心 要不 让余老师也给剧组带点东西 找凌桀报效 我能在这上说赵琪 小珠 我说你小小年纪 怎么就这么爱盼谜啊 还不是你平常总是说 要比赵小琪美 今天周小琪男朋友做太夸张了 你没发现导演都不高兴了吗 还耽误拍戏了 再来一次这样呢 导演不得气炸 所以说我们余老师最好还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再说了 我平时跟你讲 我跟周小琪谁比较好看这种话 我都是跟你闹着玩的 你可千万别当真啊 比什么男朋友啊 都什么风气 要比就比作品 再说了 我家余老师这么聪明优秀 英俊潇洒 我有拿他去拧压别人吗 没有 因为 自己优秀最重要 所以我比他好看就行了 所以我比他好看就行了 你不说那么多形容词还有最后一句 差点我就信了 你说得对 不吃白不吃 静静 余老师在什么时候过来 嗯 大后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吧 他在哪儿过来 上哪儿过来吗 不知道 这次出差他们跟我说 应该就是不能说吧 反正他们做航天的 不都是在戈壁滩这种地方做实验吗 大后天来的时候我应该是在拍戏 你帮我去接一下他 也不知道到底从哪边过来 我还是很担心 怎么了 今天余老师要来探班 我正在等他 那不是好事吗 静静和余老师都好久没见上面了吧 但是前天周小琪男朋友来探班了 正常很夸张 要是余老师两手空空的来 肯定暗地里会被说的 真不想看见周小琪助理那得意洋洋的嘴里 不想看周小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带你过去 虽然你现在可能受不到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周小琪的男朋友 阵仗再大也没有 我们赢了 余老师的长腿精绪 秒善一切 婷婷啊 我觉得咱们再把你 从沙漠里爬起来 抬头这个镜头 咱们再来一下 好吗 这眼神是到位了 但是我希望你整个肢体 有张力一点 好不好 好的 辛苦啊 好 辛苦导演 谢谢导演 好了 就来啊 三十八场三天二次 停 这条够了啊 导演说了啊 休息一小时 各位部门稍微放松一下啊 导演 谢谢司机的吧 好 看看 怎么样 满意吗 还行 我挺满意的 行 辛苦啊 那你休息一下 好吧 好的 好想你啊 好想你啊 敲心一男朋友啊 一点都不在乎被人碰见 那他长得好 还可以吧 这不就是航天你就损那个吗 谈了两年 被拍过好几次了